你都偷学的什么内容 你怎么不说话 今天下午就是熟悉了一下环境 还没有开始培训 不可能 熟悉环境能熟悉一下午吗 而且你的脸色也不对 难道是小慧训你了 是不是你学得太慢 所以被训了 你倒是说句话呀 你作为一个学徒 挨训是正常的 但你要好好学 我这边招的新员工等着培训呢 你可不能耽误了我的大事 大爷 今天我和小慧接触下来 他是那种非常善良的人 我们为什么不正大光明的去学习 为什么让我偷偷摸摸的去学习 我感觉这样太不道德了 我良心上过不去 就你有良心 就你有道德是吧 你知道什么叫知人之面不知心吗 小慧表面上看着和善 实际上良心都坏透了 我虽然说话难听 但我都是真心为你好的 你别忘了 你现在住的是我的房子 今天下午你妈还问我借三千块钱 我只给你妈打了五百 你知道我为什么只给五百吗 因为你在这边什么忙都没给我帮上 给你妈打五百块钱 我都嫌打得多了 你妈现在很着急 她问你在这边工作的怎么样 你让我怎么和你妈说 大爷 你帮帮我爸妈吧 我爸的药不能断 不然有生命危险 借你多少钱 等我挣了钱一定会还给你的 你什么时候能挣到钱 现在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明天你去好好学 明天晚上你要是把培训内容默写出来 我就再给你妈打五百 培训应该一共有五天 每天晚上回来默写完培训内容 我都会给你打五百 五天下来相当于拿了别人一个月的工资 这种好事你上哪找去 谢谢你大爷 我明天一定好好学 一定好好把培训内容默写给你 这就对了 我现在新员工都已经招好了 就等着培训资料呢 你要是把这件事办妥当了 以后我不会亏待你的 晚上小伟母亲打来了电话 小伟 你爸已经没钱吃药了 我问你大姨借钱 可她只给我五百 这可怎么办呀 之前我就把亲戚朋友借一个遍了 现在没人给我借钱了 妈 我大姨答应我了 只要我每天把培训内容默写出来 她就每天给我五百块钱 这样我爸这个月吃药的钱就够了 我感觉你大姨说话不算数 她会不会真给钱不好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投奔你大姨吗 最开始你大姨告诉我 她那个城市到处都是月薪过万的工作 可是你去了以后 她却让你到小汇店里偷学培训内容 对于以前高收入工作之字不提 我主动问她的时候 她就说风口过去了 说现在没有高收入工作了 所以我觉得你大姨靠不住 而且你现在做的事也很不道德 我都没敢告诉你爸 我怕她生气不吃你买的药 妈 不管怎么样 我不能让我爸没钱吃药 现在我大姨是唯一的救命稻草 我只能选择相信她 我明天就把培训的内容全部默写给她 她要是能按约定给你打五百块钱 那就解了咱们的燃眉之急 她如果不按约定给钱 那我也不会再帮助她 第二天上午 小伟又来到牛肉面馆培训 可是因为父亲急需用钱 小伟一上午都心不在焉 快下班的时候 小慧找到小伟谈话 小伟 我看今天培训的时候 你一直心不在焉 是身体不舒服 还是家里出什么事了 有时要及时和我沟通 你用这样的状态对待工作 是不可以的 姐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心不在焉的 是我爸没钱吃药了 我妈到处借钱 我担心我爸吃不上药 我担心我妈到处借钱 遭别人的白眼 所以心不在焉 这是你为什么不早说 你爸差多少医药费 这个钱我可以先借给你 但我也不能只听你的一面之词 你爸是不是真生病了 我要和你爸妈通一个电话 等我确定事情的真实性以后 我就把钱打给你母亲 姐 谢谢你 真的太谢谢你了 你就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 随后小慧把电话打给小伟的母亲 确认了事情的真实性 我已经问清楚了 确实像你说的这样 你爸需要钱吃药 我可以先借给你五千块钱 但是这个钱我不能给你 我怕你拿着钱乱花了 所以我问你妈要了银行卡号 我会直接把这个钱打给你母亲 小慧对小伟越好 小伟就越是愧疚 很多次小伟都是欲言又止 你有什么话直说就可以 我虽然是你的老板 但我们年龄也差不多大 我和我的员工都是朋友关系 我们在一起为的就是把这个店共同经营好 嫂子对不起 我其实是小强的表弟 我大姨是你以前的婆婆 我不是故意骗你的 我有我的难处 希望你不要怪我 最终小伟还是把实话说了出来 你说什么 你是我前婆婆的外甥 那你来我的店里干什么 你说你有你的难处 应该是你爸治病的是吧 但你大姨自己开的就有牛肉面馆 你为什么来我这里应聘 还一直故意瞒着我 当初我问你老家是哪的 你说谎了 嫂子 是我大姨店里的生意不好 所以让我过来偷学你的技术 而且她新招的员工不会培训 所以让我来这里应聘 看看培训都有什么内容 学会这些内容 以后她就可以自己培训员工 她答应我 我默写一天的培训内容 她就给我500 我来这里其实就是来投奔我大姨的 我也没有住的地方 是住在我大姨家里 而且我爸吃药的钱都要靠我大姨 所以我大姨说什么 我就要听什么 但你对我真的太好了 我骗你我的良心上过不去 你就算不给我妈打钱把我开除 我也认了 小伟 既然你把这一切都说出来了 那就说明你知错能改 而且你这样做也是因为你爸生病的缘故 所以我不怪你 小伟 你根本不用住你大姨家里 我们店里本来就有员工宿舍 当初应聘的时候 你说你有地方住 我也就没说宿舍的事 太好了嫂子 那我以后就不用回我大姨家里了 我就留在店里 以后死心塌地的给你工作 当天晚上 小伟就没有回家 大姨直接打来了电话 小伟 你人呢 赶快回来呀 五百块钱你不想要了吗 今天培训的什么内容 赶紧墨写出来 我要赶紧给我新招的员工 培训了 给你五分钟 你再不回来 五百块钱就没了 你爸吃不上药 都要怪到你的头上 我去哪儿 你不回家 我去哪儿 那我去哪儿 感谢观看